俗容 故事 好 我讲这个事 因为我的堂哥的儿子 我姊子 从小看到他长大 他很聪明又很会读书 他最近就就读一所台北的 很有名的大学 那这个事情是今年发生的 就是发生在他同学的身上 所以他心里满难过的 就是说这所学校 因为他们同学有五个人 有三男两女 然后就说约约说要去玩 他们想去晴天刚玩 然后说好 那就三男两女就骑三部摩托车 就两个男的载两个女的 那另外一步就是一个男的落单 三个三部摩托车就走 就到晴天刚去 然后他们就那是晚上的时候 他们就想去夜游 然后就去那去玩 玩到回来的时候 那他想说 就要往那个七星山 那就是往那个孟幻湖那方向 他要走阳津公路 然后就走到看到一个凉亭 想说在凉亭就 我们就在那边休息一下 聊聊天 他们说好 那就休息 那这个有载女孩子的两部摩托车 就把他停好在旁边 就架起来 那另外那个落单那个男的 他没有把摩托车架起来 他把摩托车就 就翻在那个路边这样翻倒的 然后他就走到那个凉亭那边 石桌那边去趴着休息 然后他四个人就在那边聊天 聊得很起敬 很开心啊 聊一聊 然后就看一下手表 哇现在是凌晨一点 快一点了 他说我们应该要走了 那么晚了 然后他就要走 看到他那个落单的男的 怎么趴在那边休息 怎么那么累啊 玩怎么那么容易累啊 他就去把他叫醒 我们要走了 要出发了 他说好好好 走走走 然后就三部摩托车就一起走 然后走他们就往阳津公路 那很会起雾 他们就越走 那雾就越来越浓 想说都看不太清楚 蛮危险的 他想说那这样好了 我们就绕回来 走我们原路 就是去晴天康的原路 走回原路回家好了 然后他们就绕回来 一看 怎么剩下他们两部摩托车 落单那个摩托车 那怎么不见了 他整个也不见了 没有跟过 对 我刚刚有叫醒他 他有跟 有跟着我们 可是我们一转过来就 就看不到了 他觉得好奇怪 我们还是绕回去找找看 他们就这样找找找找 找到那个凉亭 一看到 他的摩托车还是翻在路边 他人还在趴在那边休息 奇怪 他们就怎么这样子 他们就三个月中 四个又去把他叫醒 叫叫 你怎么又睡着 我们不是出发 你怎么又睡在这里 我们又绕回来找你 叫你 就一叫叫叫 又叫起来了 说 哦 要走啦 好 那一起走 那那四个说 这样好了啦 我们散步摩托车 就这样病着走 那你在中间 这样我们看得到 不会又跟丢了 他说好 他们就散步在摩托车 就走 就走回家 然后就 我们就走到 阳明山下了 然后走到那边 他们就到一个 一个那个中山北路 跟中正路那边 有个素食店 回家素食店 他们就在那边停下来 就说 那这样好了 我们就在这边 各走各地就回家了 那就五个人就这样讲 好 那我们就各走各地 散步摩托车 就这样回家了 然后一回家 然后隔天早上 然后这个 落单那个男的的姐姐 就打电话 给另外那两个男的同学 为什么我的弟弟 怎么到现在 早上还没有回来呢 他说怎么还没有回来 说不可能啊 我们在那个 我们还到那个中山北路 跟中正路那边 我们就分手 我们都讲好了 各自回家 怎么没有回去呢 奇怪 这样子 那好了 那我们就帮你找了 然后他们两个同学 就去找了 男的就去找 然后就找去问 去问问都找不到 找遍都去问 奇怪会跑去哪里 也没有联络 怎么会这样子 那突然间两个 突然间好奇怪 想起来 好像有感觉到 好像很有默契哦 我们要不要去那个 我们去交游那个地方 交游那个地方去找找看 真的找找找到那个凉亭 你说对了 找到凉亭的地方 然后看到那摩托车 就倒在旁边 然后就一看 哇他人还趴在那个石桌上 还在那边休息 睡觉 哇他们两个就好生气 哇就一直念 你好坏 为什么还在这里睡觉 怎么不回家呢 害我们都被骂 找你找了钥匙什么什么 然后就去把他推推 起来啦 起来啦 还不回家 现在都几点了 早上几点了 他就把他咬 奇怪怎么都没有反应 他咬一咬他 不对啊 就摸摸他 又怎么没有气了 身体都有点冰了 他想怎么会这样子 他就很紧张就很怕 就赶快报警 他就报警 然后警察就来了 要请那种法医来验尸 来验 那个验尸 验尸说奇怪 没有病啊 他是怎么死的 然后也没有车祸 什么都没有啊 就这样死掉 然后他就算一算时间 他死掉那时间是十二点多的时候 就快一点的时候 就是他们第一次 就说看到凉亭要休息嘛 第一次要休息的时候 那时候他趴在那边 就已经死了 就已经死了 然后不对啊 就已经死了 那为什么我们叫醒他 还叫得起来 然后还跟他们 还有两次 来回两次 然后他都在那边睡觉 两次都叫得起来 还夹到中间 跟那三不摩尸 这样一起回家 还聊天耶 那他们同学越想越怕 然后那个报纸就 也登出来了 就说 就在那个什么 往阳京公路那个 那个凉亭那边 死了一位什么 哪一个大学的一个学生 死因不明啊 到底是怎么死也不知道 就是今年的四月份发生的 报纸都有登出来 其实这样的故事 我们好像第一次听 对 可是这真的事情啊 而且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人 还是他的灵魂 被什么带走 还是怎么样 还是他的气还是很旺的 还是留在那边 还是觉得 想不通 摩托车人 还跟他们回去了耶 我觉得那个同学应该 如果你看到我们节目 跟我们联络也是 你说哪一位同学 就是跟他去交友那些同学 不要跟我联络